2020年人口普查 将会影响未来10年政府代表的位置 医疗 社区公共设施等资金分配 请立即上卖2020sensus.gov参与普查 美国新冠疫情昨天创低了单日死亡4591人身高 比之前单日最高死亡率飙升近两倍 此前单日最高死亡人数为2569人 密歇根等州出现抗议新冠限制令集会 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重启经济各州自行财量 但联发解放密歇根州等系列推特为示威者打气 威斯康辛和爱荷华等州份正逐步放松限制计划 中国今年第一季经济萎缩6.8% 研究显示一个武汉医院多数人妇还轻度新冠 中国官方将武汉新冠死亡人数上升为3869人 比之前增加大约50% 中文池宇宗 辽炯 ío ifts